最近这个CHATGPT一直都很盛行 人工智能对搭机器很出名 大家一直在研究 这个浪潮来到香港之后 又在讨论的是学校应不应该 用CHATGPT帮自己做功课答问题 你觉得呢,斯朗 我觉得OK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问我 我反对 你反对 很反对,真的 你先问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反对 大家先说一下 为什么反对 嗯 你知道自从我们这个社会 有了电话之后 嗯 人对于自己的记忆运用越来越少 我知道 这个我和我的上司讨论的问题 这个例子就是说电话簿这回事 就是因为自从我们有了智能电话之后 其实基本上,智能电话之前的Sony那些都已经是 自从有了电子电话簿之后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不会记得 九十几个百分之人的朋友的电话 我们最多只会记得一些可能叫做家人的电话 或者是可能好一点的另一半的电话 或者是一些叫做亲人的电话 或者给上司的电话 好不好 但是我和上司说的时候 他就说是,没错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说他以前是可以记得 是整个他自己的电话簿里面 所有的电话 包括可能是三四十年前 小学同学的家的电话 他到这一刻还记得 而是真的找到他的小学同学的 没错 斯文你呢 而事实上我反对用AI 其实我是非常反对 现在这一代 是依赖一些网络世界 依赖电脑去做功课 或者是去做一些东西 为什么呢 尤其是工作 你说如果你用网络世界 用AI 我觉得OK 无可厚费 但是你肯定自己打好基础的时候 你已经在做一些偷步的东西 你没有靠自己的脑袋去记一些东西 而是靠着一些科技 去把你要记的东西 或者学的东西去替代 我们经常在说 书读了是什么 自己的 但是现在说真的 这些小朋友 读不了书的 为什么会读不了书 就是因为他们太依赖电脑 太依赖科技网络 很多东西 从来都没有自己认认真真去 消化过 不要说消化 连拥有都没有拥有过 全部东西都是水过鸭背 只是面头那一层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会支持AI的人 一定不支持 更重要的是 现在人类将所有东西 依赖了AI之后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女人40》 好像看过 那时候萧芳芳就是 做了一间刺织厂的大总管 OK 当时就发生了 即他本身刺织厂里面 所有东西都是他去设计的 但是后来 网络科技就越来越成熟 公司的东西都开始电脑化 甚至乎他的工作都被这些东西去强业取代了 OK 但是有一天 这个网络就死机 嗯 那结果呢 公司立刻乱作一团 幸好 那萧芳芳当时就还在这里上班 他就能够正确地将公司的所有东西 把所有东西都弄回出来 嗯 令到公司 就在那次 就 渡过难关 渡过难关 嗯 情况跟现在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网络世界不成熟 不是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依赖了 去交给AI去做的话 我想说 其实人类呢 是不用做的了 没有做的了 高分低能了 不是高分低能 直接 连换食的机会都没有理會 嗯 他知道有AI 有 有 有 一些电子科技 去做 就可以了 人类是什么 不需要 有栋电杂就可以了 不是好笑的 你试想一下 你试想一下 即现在我们香港 未来的隧道全部 二通客 是 电子化 那本身在做收隧道费的人 去了做什么 你想想 失业 没有工作 所以我从来过的隧道 我都不会用Occoto 我一定会拿8元出来 去给人 为什么呢 就是我要 我要 我要做这些东西才可以有工作 嗯 同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香港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 就是 靠这个 电脑化 什么AI 去处理 你慢慢慢慢 啊 有都可能 不用人进的了 AI搞定了 那怎么办 即是 你到时香港的人吃招 不要说香港人 是人都不用做了 嗯 嗯 你 方便是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大家 可不可以找到食 嗯 个个都想要贪AI方便 好啊 先进啊 那你忘记了一件事 谋生技能 谋生技能 谋生技能吃什么 你记住 全球多少亿人 全部靠AI的人在做什么 人吃人 等吃 就变成了一个 其实是阴谋论 很多人这么说 就是说到时变成了 就是真的AI去圈阳人类 是啊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 不会发生 嗯 是迟早会发生 嗯 因为 到时你移居去哪里都没用 因为世界已经一样 不是你管 因为到时不是你去说到事 那重点是 是啊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这样 但反过来说 为什么我会去说贊成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赞成的原因不是说 因为所有东西去依赖 这个AI去做 而是应该是要 反过来说 就是说你要去学习 怎样去用这件事 因为现在 刚刚刚早前有个报导 就是说访问曾俊华 他怎么看现在 港大可以不可以用 这个check GPT 这件事 他反过来 他不是说他在讨论 究竟check GPT 究竟会有 怎么去剥削人类 一些谋生技能等等的东西 而是他集中在说一件事 就是说你要用这件事 其实他在说教学这件事 就是你要学一个叫二十一世纪的东西 但其实你在用一些十九世纪的课程 二十世纪的老师 去教一班二十一世纪的学生 那便是一种脱节的功能 脱节的状态出现了 其实等同于这个叫做check GPT 这件事 其实你要学一样新的东西 但我觉得反而反过来 应该是说你的教学模式 就是你去学怎么样去跟着这个时代的步伐 不是一路说经常用一些 可能用一些上当年的一些 叫做书本去教他这件事 你与其是这样 不如你学回 这句话就是说 怎样去用这个功能 或者怎样不要去给这个 叫做人工智能去淘汰 然后第二 其实他带出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香港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教育制度 永远就是考试考试考试 所有东西都要先赢了起跑 上学就是为了一个成绩 成绩完之下 然后放了学 你要不就放入活动 去了体育项目、音乐项目 再不就是去补习班 总之要考到你成为一个高分成绩为之 你所谓叫高分之后 你的前途就会光明了 但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一个check GPT出来的话 其实就算你多高学力也好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是怎么都比你醒醒的 不要说醒了 叫做知道的东西比你更加多 所以曾俊华的时候他就跟你说 其实你与其去想check GPT 究竟怎样用 或者好与不好的时候 不如先问究竟当下 我们自己香港的教育制度 究竟怎样对我们自己的学生 你这么多年以来 你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安排 无论是老师也好 周边的辅导也好 永远就只是为了一个成绩 但你学生出来 结果你会见到什么 永远就是追着成绩去跑 其实你变相 你会是骗杀了一个学生的创意思维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